欢迎来到月亮说,近期几乎没有新古装全眸剧上线,剧上一部的古装全眸剧《风起龙溪》已经过去好久了,但别灰心,马上有一部即将开拍的重磅古装全眸剧,是由张若云与杨子主演的,大家期不期待啊,剧名在评论区哦,等待新剧开播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些值得重刷的高评分古装全眸剧吧。 胡歌的狼牙榜只能排第四名,第一名实至名归,并且《庆余年》第二季将在今年九月份正式开拍哦。 历年值得重刷的古装全眸剧《TOP》是《大明风华》。 你要当皇上,要以天下百姓为众客。 以百姓之心为己心,以百姓之念为纪念。 《大明风华》和《鹤立华庭》《庆余年》是同期播出的古装全眸剧,虽然讨论度也蛮高的,但评价两极,最终在豆瓣上仅开出6.2分,开播出起让大家耳目一新,风格很特别,带点不正经的幽默感,皇帝一家子有时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对话,蛮好笑的。 后半段开始进入全眸情节,不过整体剧情一般,全眸斗争不够带感。 汤伟饰演的女主角孙若薇被说太玛丽苏,却少了大女主的霸气。 《大明风华》被网友说追剧追到精神分裂,因为这部剧一直在搞笑、爽剧、全眸正剧。 这几个风格中来回试探,变得似不像,但整体还算挺流畅,后期没有前期那么有趣,但本身这段历史比较精彩,所以还是很有可看度的。 历年值得重刷的古装全眸剧《Top9》,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这部剧有不少人提名,但也有不少网友吐槽说在前三名面前,这部剧根本是幼稚园等级。 这是三国时期的历史剧,该剧以司马懿为视角,讲述他如何在曹操麾下,替曹卫打天下,并且与曹操、曹批父子二人相互信任又猜疑的微妙关系。 大家都说诸葛亮是天下第一军师,不过该剧把司马懿塑造得更深不可测,他隐忍低调。 他猜中诸葛亮的计谋,将计就计输给他,因为他知道输了才能消除曹操对他的芥蒂,不过大家觉得他真的没有帝王心吗?毕竟他儿子最终还是篡位了。 而军师联盟的第二部《虎啸龙吟》评价更好,接续第一部的故事,讲述曹操过世后,曹批篡汉自立为帝,司马懿从俯陈到全清大卫的转变过程。 小编看了后觉得《虎啸龙吟》确实精彩,有很多暗喻,你很难看出司马懿的心思。 他一直在忍让,熬过了曹操,熬过了曹批,熬过了诸葛亮,最后忍无可忍。 从前期的一心为曹魏,瞬间就变成起兵谋反的很辣老头,没刷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看了。 历年值得重刷的古装全眸剧Top8,天圣长歌。 天圣长歌和狼牙榜一样,剧中的皇帝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让亲生儿子们互相争斗到你死我活。 该剧除了有陈坤,迷你两位电影大咖,还有一批老戏骨,制作精良,故事精彩,不失为一部正宗古装全眸剧。 小编看了后简直可以说是一场视觉盛宴,全片都是电影的高级质感。 演员的演技相当走心,不愧是老戏骨呢,道具服装都很精美华丽,剧情不会无聊,很能让人追下去,很有全眸的味道。 历年值得重刷的古装全眸剧Top7,长安十二时辰。 2019年暑假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评分高达8.3分,改编自马伯雍的同名小说。 以唐玄宗为背景,讲述长安死囚张小敬临危受命,与李毕携手在十二时辰内拯救长安的故事。 根据马伯雍自己透露,在创作剧本的时候,他希望把美剧的那种强推动力的特点与中国古装剧相结合,事实上,他也做到了。 这部剧精致地制作,媲美电影、场景、道具、妆发都完美还原唐朝盛景,实在太美。 重点是剧情高能,每集都有反转和爆点,最特别的是有很多角色设定,故事情节都和小说不同,可是却更精彩,赢得原著粉的肯定。 而长安十二时辰,整个故事其实就是一天,但却把一天拍成了一部48集的电视剧,但却一点也不觉得注水货多余,节奏又很快,故事点丰富,小编觉得真的很强。 历年值得重刷的古装权谋剧Top6 贺利华亭 其实小编想把长安十二时辰排在第六,无奈透过大数据,较多的网友还是比较支持赫利华亭,这部剧当时才播了五集,就开出7.6高分。 但后继无力,最终评分落在7.1分,贺利华亭改编自《学满良缘》的同名小说,背景是宋朝,讲述太子肖定权和皇帝及朝廷各方势力的斗争故事。 贺利华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一个事件可以反转个三次、四次,让观众看得猝不及防。 出乎意料,整体来说还是一部很精彩的全眸剧,只是太虐了。 历年值得重刷的古装全眸剧Top5 庆余年 最大的惊喜就是庆余年了,庆余年已经被视为季狼牙榜之后最精彩的全眸剧了。 而该剧主演张若云之前在节目上表示,第二季会是原班人马回归,剧本已经在制作阶段。 据小道消息,今年9月正式开拍,一起期待吧! 庆余年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把幽默元素和全眸斗争完美融合。 追剧时还想着剧情为何会这样的时候,同时又让人笑掉大牙,真的很精彩。 重点是从主角到小配角,每个人物的形象鲜活,没有浪费半个角色,都在为戏大大加分。 又不会抢主线,小编就说一个字,瞧! 历年值得重刷的古装全眸剧Top4 狼牙榜 大家都觉得狼牙榜会是第一名吧? 这问题也在很多平台引起论战,因为在前三名面前,狼牙榜真的不算什么。 不过狼牙榜依然是近几年最精彩的全眸剧,至今无人能超越,剧情高能精彩,情感细腻真挚,每一记册环环相扣,让人出乎意料。 胡歌演的梅长苏实在太经典了,在国仇家恨,兄弟情义的漩涡中见招拆招。 他和静王,萧锦年的兄弟情是许多人很喜欢的男男CP,真的很希望以这两人的故事再出第二部,而不是狼牙榜之风起长林。 历年值得重刷的古装全眸剧Top3 雍正王朝 大家有看过1997年的雍正王朝吗?改编自二月和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雍正皇帝的一生,但绝不是像甄嬛传那样的宫斗剧。 这部全眸剧被视为历史证据的高标,看完会让你对雍正这个皇帝很震撼。 雍正王朝几乎是一面倒的好评,前些年非常流行清朝穿乐剧。 现在回头看雍正王朝里面塑造的雍正皇帝,会完全对这个人改观,人物鲜活,有血有肉。 前半部九王夺嫡,剧情精彩绝伦,跌宕起伏,角色与角色之间不只是斗争, 还有很多情感层面的表现,真的是一部好剧,遗憾的是因为二十年前了,画质方面当然是没有近代拍摄的画面好看了。 历年值得重刷的古装全眸剧《Top2》《大秦帝国》系列 大秦帝国系列有裂变、纵横、崛起三部,每一部都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一个重要的阶段。 三部都开出了高评价,虽然是历史证据,但内容绝不无聊,复杂的全谋斗争让人看得很过瘾。 其中,《列变》讲述了战国时代的秦国经变法而由弱转强,东初与六国争霸进而一统天下的过程, 纵横则以商量变法后日趋强大的秦桧王为背景,开始向各国展现野心的时期, 而崛起则是秦朝湘王迎记与历史上有名的宣太后,逐渐向外扩张,奠定日后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过程。 历年值得重刷的古装全谋剧《Top1》大明王朝1566 被网友大量提名的第一名全谋剧,就是2007年的《大明王朝1566》。 这一部真的是经典了,编剧、导演、演员都很完美,可见人性可见历史,可见谋略, 只要你想看见的,这里几乎都有。 整个剧的故事中,每一部都环环相扣,很微妙,观赏老戏谷演绎权力的游戏十分过瘾, 简直可以说是古装全谋剧的巅峰,讲述明朝家境皇帝与明臣海瑞,奸臣严松, 展开了明朝最惊心动魄的全谋斗争故事,并且这部剧在豆瓣上开出了9.7高分, 实至名归第一名。 近年大家都说《狼牙榜》是神剧,那《大明王朝1566》就是神剧中的神剧, 该剧以扳倒严松为主线,以改道为桑这事件为主要载体, 讲白了就是缺钱,剧中有三股势力,本来都觉得严松就是奸臣, 是他让国家没钱,但看到后面会发现,缺钱的源头似乎又回到嘉境皇帝本身, 他贪财,沉溺女色,迷信,想要长生,到底是奸臣误国还是昏君误国呢? 这部剧没有偏向任何一个角色,所有人物都有很多面,故事丰富, 角色鲜活,真的看到一段复杂的历史,神剧无物。 如果看完一遍后并没有什么样的感触,那么就可以过段时间, 再去翻看一遍,或许你就会从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解。 小伙伴们,在你心目中,哪一部古装权谋剧才称得上是第一呢? 欢迎评论区交流,并且让我们一起期待张若云与杨子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陈瑜记》。 越国纷争,波绝云鬼,乱世之爱,不负深情,无越争霸背景下, 辉红传奇的故事,改编自明星儿童明小说,敬请期待吧。